请问一下 今天是有一个 那个 Spendall 他有两个 当兵有两个超大的比例 为什么比不够那个比例 这个 Rail 他的单体 其实在他的整体设计上 天生就是为极地平和设计 所以 他的那个单体 厘米很大 你是刚进来吗 没有 因为我刚刚没看到你 所以可能被挡住了 原来是这样 好 没问题 这个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这一点 就是 像这种比较传统的喇叭 包括鹦鹉螺也是一样 他的低音单体的分频点 通常是设在400 到500 左右 所以像这个 Spendall 他的分频点是 550 那鹦鹉螺是 400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这一个单体 他所要负责的范围非常大 那他就不可能完全去针对极地平 也就是 20 到 50 之间 去做动作 因为如果全部都发出那个东西的话 你那个 就到 500 中间这边就没有了 可是 500 这个部分是很要紧的 因为 500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些人声 刚刚你提到的那个胸腔的那个声音 主要是从那个地方补起来 所以 像 Spendall 这样的喇叭 他的低音单体 其实去做那件事情 去把人声的那个厚度的那个部分补起来 但是 因为他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极地平这一块 补上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需要一个专门做这件事情的喇叭 所以像这个 Rail 的超低音 这个 我给他设定的分频点是 30 赫兹 所以 你说他真的在运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把这个 书架喇叭 把他拔起来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很要紧的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会对这个超低音造成一些误解 我们再听一下 现在就只有他在动作 喇叭本身是没有动作的 那我们听看看 其实一点音乐都没有 就是你完全不会听到任何的旋律在里面 他刚做的事情 你看他动得很厉害 但其实他就只是在补这个 呼呼 这样的声音 所以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 刚刚我们在听这个阿乌拉的时候 你会觉得人声不见 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就跟他工作是一样的 他只做下面那个低频的声音而已 那这件事情 我实在很想试给大家看 那因为阿乌拉他不能 只播低频 否则可以 但是他不行 所以我们没办法听 那但是 基本上他下面听起来的声音就像这个 就 大部分时候你会觉得他都在偷懒 可是没有他呢 他又没有那个低 所以像这样子的低频 从头到尾就是不断的 这个 大概像这样的声音 那有点像是你去微秀的时候 站在那个门外听到的声音 但其实这样听还蛮不舒服的 没有那个高频的时候又不舒服 所以听觉是相对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问我说 怎么样知道超低音开太大声 因为你听不出来 所以怎么样的时候叫超低音开太大声 第一个呢 你家会震动 那就开太大声 第二个 你听了五分钟之后 你走出去外面 你觉得我好像融了 看了外面好像 都是东西 可是我没听到声音 那就你开太大声 他的音压 对你的耳朵还是造成了不良影响 那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 其实要呈现那个鼓声 棒棒棒的那个鼓声 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 但是在有超低音的帮助下 其实我们只要把喇叭的中高频 把他做好就行了 这个时候 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有趣的小组合 来借我过一下 这个小组合 大家可以蹲下来一下吗 你可能会很大声 你要小心 但是 这边的组合 我用的是这个 我们预计六月会上架的一个新的入门的扩大机 他是Vincent 的 一台小小的真空管扩大机 那这个呢 去推这个过去 我们一直都认为他非常难搞的 B&W 705 那这里呢 再加上两颗搭理的超低音 像这样的组合 来听刚刚这个福利脸会是什么感觉 我们就给他听看看 我们就要带好 看好 在这间给我们的带来 可以感受到那个低频其实是很容易搞出来了 刚刚那个低频刚开拉拉的声音 大声到那个超低音都跳离那个脚垫 所以就是为什么他得要有脚垫 所以 当然他的高频还是没有展现出来 所以实际上如果要用这组合的话 是不能用那台Vincent的 得用下面那台Moon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 BMW 终于不用再用 Accuphase 那他的价格就会低很多 因为那台Moon 只要 Accuphase 1280 的半价 所以 就这样就可以把低频搞出来了 所以你说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会面临什么问题呢 其实跟刚刚我们在听这个 听这个 Aula 也好 听这个 Spender 也好 其实同样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就是他的 从低频到一路到高频之间的音色 解析 反应速度 这些会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做好了 剩下那个低频 当然你喇叭本体的低频 我刚刚讲过了 喇叭本体的低频可以做得更好 他衔接上会更好 但是即便没有 像刚刚这个 BumaX 的 B10 也一样可以让你在听龙马转的时候 震得你家的电话板都会发出声音 所以现在呢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这喇叭的时候 有些地方我就会把他取舍掉 尤其是在这个低频的量感上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 那既然低频的量感不是那么要紧 那到底我们选Spender 跟选 Aura 到底哪个比较合适 这个其实没有答案 今天各位已经体验到了什么叫没有答案 同样一首曲子 有人说Spender 比较清楚 也有人说 Aura 比较清楚 请问哪一个比较清楚 对不对 所以选你喜欢的 是最要紧的 请订阅我的角度 我感觉很 Libert